这个画面经常变换一点 对你就经常的换一个下一个网站 因为让它那个光线在你脸上会变化 走向了整个美美 这是名画 你知道这个名画吗 像这个人说这个时候 2006年那个 2006年他要去配卖 里面很多人 你可能会不会的刺恶 这张照片我可是没见过 这是真的吗 这是真的吗 这是假的 这是 这个 他们有纹身 这哪里有纹身 而中国学生的游客人 就是在加拿大 继续的方纹身 2004年亚台总裁协会主办 世界最伟大的投资人巴菲克投资一天 于世界中国报告会 唯一特邀唐伟珍作为北美华人的巴菲克专家 做了专题报告 同时他也在北京行政学院和上海发表了 有关巴菲克思想提供的提供 2005年天下华人材质封面人物 写词的唐伟珍 普京的投资人巴菲克材质 把唐伟珍拥为2005年最有影响的认词 中国金融门户网站 中金财献在2005年 以中国巴菲克创造财富奇迹为题 对唐伟珍进行了全面调道 雅虎财经与阿虎巴巴网站 也在2005年 以利用游客的财富研究技巧 在北美投资过例 介绍了唐伟珍的传奇故事 此外新浪财经的财富人物专栏 和数字家大型国库网站 西安电视台和西安证券报 都争相报道唐伟珍 在北美金融业淘金的长工室 中国国务院直属的出版机构 经济日报出版社 已出版出唐伟珍撰写的 我的发布财富之路 不是 因为我后来要配音乐 对他真的有音乐 这一位总理麦克尔已经访问了 马上就到了 对因国务院总理同交保 您认为期多少天了 您是三十斤 我们要走几个地方 他就是一个具有的财富和财富一点 与技巧的金融企业家 和可以创造财富奇迹的人 一切 他从一个生物的家 从一个网友和公园人物 到北美人气最棒 公立最深的金融企业家 成为北美华人巴菲特索罗斯 并一贯坚持不赚钱不收入的原则 无一不体现出唐卫人的功力 感到合理性 并一一致的高度结合 就是这样一个可以无限化大字 就是一个目的数学 我觉得这个 这个全面解图巴菲特 这个叫Robert Mills写的 毕业于明西科大学 乡学院是一位主角演说家 自主公文 好 你注意力在这个屏幕上操作 你可以把那个网站弄到这 然后你看 你也是自信的 他现在都叫《《闻死亡》的 《闻死亡》 《闻死亡》 从虚天网络下手 到现实资本大增 这些本来距离就如同中国 和加拿大一般聊天的概念 被一個叫曹瑋珍的總統移民 累積到了歸西 並如同他迅速地融入加拿大國家 他把這些概念 也一一順暢地融合到了歸西 並把自己也變成了一個 黃皮膚的法輩合 於是他從一個中國湖南的瓦斯坪 一個林學院的教師 一個在美國的生物學訪問學者 一個加拿大的生物學碩士 各多聞多醫院的生物學學生 將軍總裁經濟合作豪風會議 特別加兵 北京地民縣經濟勞集部門 中國商業聯合會主管的